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前 乌克兰已开辟罗马尼亚粮食运输通道 这条航线是由土耳其保护的 中国作为乌克兰第一大粮食进口国 对农产品需求巨大 在俄罗斯炸毁敖德萨港后 中国没有终止对乌克兰的粮食进口 反而同一家大对乌克兰的农产品进口 包括面粉 禽肉和动物饲料等 那么 通往中国的商船在黑海上的安全 自然需要土耳其来提供保护 相比于乌克兰 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北约东扩了 这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以及台海的统一 当下 俄罗斯面临的很多困难 对中国而言都是一场预演 未来 北约在乌克兰战场上对付俄罗斯的这一套 都可能拿来对付中国 如何遏制北约东扩 就是中国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 在许多人眼里 北约东扩好像很简单 只要日本韩国想加入 递交申请书 美国一点投就行了 可事情远非如此 北约是一个军事联盟 新增成员国需要所有北约国家一致同意才行 美国在北约集团内部的话事权很大 但不是一言堂 瑞典在加入北约的过程中 就遭到了土耳其的反对 对于北约东扩 北约内部各个成员国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法国是第一个明确表示反对北约东扩的国家 马克龙就说过 日本不在北大西洋 北约不应该扩大到北大西洋以外 在法国的强烈反对下 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的计划遭遇失败 那么 土耳其为什么要反对北约东扩呢 土耳其与中国存在怎样的共同利益 未来 中国会不会也像俄罗斯一样 遭到土耳其的背刺呢 埃尔多安是一个政治强人 他跟普京一样都有一个大国复兴梦 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都是亚欧大陆上的超级大国 普京渴望复兴俄罗斯帝国的荣耀 埃尔多安也渴望复兴奥斯曼帝国的辉煌 二者的差别在于 俄罗斯的起点比土耳其要高得多 虽然苏联解体了 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庞大的遗产 依然是全球五大合偿国之一 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让土耳其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甚至是三流国家 在中东那片地区 二战结束后 埃及当过大哥 伊拉克当过大哥 沙特如今也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哥 就连以色列都被誉为中东小霸王 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传承者 竟然像个小透明一般 既融入不了阿拉伯世界 又被欧盟拒之门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土耳其连二流国家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三流国家 埃尔多安手里抓着一副烂牌 可他却把这副烂牌打得有声有色 埃尔多安执政土耳其20年 前十年努力搞钱 带领土耳其GDP翻了三倍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后十年 土耳其开始扩张对外展示实力 先后介入叙利亚战争 利比亚战争 联合伊拉克打击库尔德武装 而今又在俄乌战争中大展拳脚 在地理位置上 土耳其与新加坡较为相似 土耳其自己不产石油 但恶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都得经过土耳其 土耳其作为俄油中转战 发展起了庞大的炼油产业 有了石油化工产业 就可以发展工业了 纺织、钢铁、汽车等工业制造业 都发展了起来 土耳其又处于亚欧文明交汇处 这让土耳其在发展旅游和贸易方面 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土耳其既有古老的阿拉伯文明 又有神圣的基督大教堂 伊斯坦布尔就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 最终 土耳其形成了三大支柱产业 旅游、贸易和工业制造 土耳其的工业制造业规模位列中东第一 主攻纺织、钢铁和汽车 不过 土耳其的汽车产业走的也是合资路线 凭借合资汽车厂 土耳其汽车产量跻身全球第13名 工业决定国家实力 工业制造水平上来后 土耳其的军事实力就也跟着上来了 我们老讲世界多极化 就是地球上不能由美国一个说了算 国际秩序也不能单方面由西方说了算 各个区域强国的崛起 有利于削弱西方对人类世界的主导权 土耳其虽是北约国家 但在反霸权去美元化这条路上 中国与土耳其是一致的 土耳其同意 与中国外贸实施本币结算 绕过美元让人民币出海再下一程 为什么土耳其要反对北约东扩 根本原因就是土耳其不甘心永远做美国的小弟 埃尔多安和普京一样都有着大国复兴的雄心壮志 但和普京不同的是 埃尔多安更加看重利益 只要筹码给的够多 埃尔多安不在乎任何立场 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大国之间左右横跳 这也跟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有关 他位于亚欧交汇处 想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却得不到欧洲的认可 亚洲这边的阿拉伯国家又觉得 土耳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过于西方化 当土耳其无法被东西文明所接纳时 土耳其的形式风格就变成了利益至上 对土耳其而言 反对北约东扩就能凭空制造出一个筹码 既能拉拢中国制衡美国 又能在美国出让更大利益的时候撕毁承诺 土耳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获得巨大好处 在应对俄罗斯时 土耳其就采用了这一招 先反对瑞典加入北约 等美国拿出130亿美元金融援助时 土耳其立马投身于美国的怀抱 对土耳其而言 没有不能卖的伙伴 只有不能卖的价格 站在今天的角度 我们看待土耳其不能过于看重它的立场 土耳其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 我们真正要利用的是北约内部的矛盾 形成多点突破 分裂北约 制造反对派 如法国 匈牙利 希腊都比土耳其要靠谱得多 土耳其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 但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 北约并非铁板一块 分而画之方为上策